卡利贝尔最后打开面具的地方 其实是对着天空岛 因为剧情中下雨 所以看不清两方 等我们做完任务 回到提瓦特之后 过来看 这个夹在吴玉仇灵 和须弥城之间的位置 上面正好有一个天空岛 这一波细节 属实实拉满了 所以罪人是谁 你们心中有答案了 其实卡利贝尔中 还有很多细丝忌恐的地方 那么本期就来盘点一下 大家好 这里是化身六人虎克的提瓦特地理 等我们跟着剧情往下走 一开始是凯亚和黛因的对话 从对话中我们可以知道 凯瑞亚人的血统 可以从眼睛中看出来 那么纯正血统的凯瑞亚人 瞳孔里除了十字星之外 没有多余的东西 这点我们可以通过 黛因 哈夫丹 还有克罗达尔的瞳孔来验证 凯亚的瞳孔很明显是混血的形态 除了保留十字星之外 还有着人类瞳孔的纹理 为了验证一下这个推论 我就查阅了一下模型 确实人类的瞳孔 纹理几乎都是这样的 和神明的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我们在道成林 受到了地脉的影响 看到了克罗达尔 此时的深渊教团还未成立 而克罗达尔来到虚名的目的 就是寻找让卡利贝尔 带罗达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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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